中国过去就一个成语 发生过很多争论 这个成语叫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这个成语 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都是从古文里来的 一个意思说的是人的力量 能够战胜自然 能够改造自然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人心的安定 就是可以征服命运 这个里面甚至人定胜天 这个词是一个佛教禅修禅定里的一个词 他说的是如果你能达到 很深的禅定的状态 那么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克服命运的轮回 是入定胜天 从他的广义上来讲 就是大家团结起来 人的力量战胜天 但是从他的狭义来讲 就对个人来讲 指的是你心得定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社会来讲呢 让老百姓人心安定了 确实在能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跟命运的抗衡 靠什么呢 靠的是心嘛 就是心安 礼得 就是所以这就是 你讲苏东坡说那个 哪里是我的家乡啊 心安的地方 我心安的地方 我们往往理解成那个意思了 觉得人一定能战胜天 战胜病毒 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面对病毒来了 瘟疫来了的时候 恐慌 恐惧是最害怕的 你看人的心安定了 慢慢你看到了现在 我们对他有了一定的认识 心开始慢慢安了 虽然疫情还是存在 你觉不觉得咱们也该 咱们也敢出来 溜达溜达 所以你看这个词 有意思吧 人定 人心要安定 包括我们看到 那个他们修盐桥 你哪怕就是从你刚才 第一个含义上说 人定胜天 人战胜天 人在我们认为 这个不能够铺桥的地方 对吧 岩地里能够铺桥 人定胜天 但实际上你看 他修桥的这个过程 还不是从大自然里 取了这个盐 还有这个乳水 铺在上面 它形成这个盐盖 可以让车子过去 你还是取材于自然 其实最后 所谓人定胜天 还是天人合一 对 所以呢 天也不是人的敌人 对吧 人和天不是敌人 那绝对是第三个 不是敌人 甚至连 那是第三个 甚至连病毒 对吧 Virus is not our enemy 病毒都不是敌人 我们有些病毒 是帮助人类进化的 病毒的 它的目标 就是要活下去 它得在我们身体里 活下去 对 就是把你的精英改 但是你不能 你死我活 对 对不对 所以慢慢的 这个新冠病毒说 可能长期 是一个跟人类共存的 那慢慢的可能 我们就是要跟它共存的 食物也不是你的敌人 就是看你跟它的关系 是怎样的 这个说的好 我们现在老觉得肥肉 什么 这个就是会长胖的东西 成了敌人了 那你觉得怎么能够 跟它和谐相处呢 我是当餐饮顾问的 以前也是视频 设计什么这方面的 然后人 很多客人 他们会过来联系 就说 罗拉 我想做一个视频 什么样的视频 我在想可以做一个特别好吃 就是人吃的就停不下来 然后我就可以特别赚钱的 这样的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从这个想法开始就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会对不起 我不是最适合帮你做这个东西 我不是制毒反毒的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离不开这个东西 因为它太好吃 放多少化学 就是无所谓 所以是无所谓的 用什么食材 便宜就好了 这个我真的输不过来的人 过来找我之前就是说这些事情 真的是说这些话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很可恶的 真的很恶心的 很可怕 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事物 所以你去一个便利点 你去看 都是一个一个塑料袋的 挂在那 一个一个塑料袋 我觉得就是包装和里面的食品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一般来说 不管干什么的 它这个水平达到最高水平的时候 它就开始走向自我的反面 比如说这个 你的裤子真好看 你穿这个 比如说它这个厨师 达到最高程度 它教给你的是 不要受这种食物 欲望这个味道的这个诱惑 味道不单就是在这 味道是在这 味道是在这 没错 味道是在这 味道就是生活 就是出来掩护 味道也是在那 所以你多做培训 餐馆是开不下去了